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,是中国人的天堂。 中国商人靠摆地摊年赚百万。 对于普通人来说,国家越穷,吸引力就越小。 想象一下那里凌乱的环境,以及各种不确定的安全风险。 许多人不愿意前往贫穷国家。 但是,世界上有一个国家位于非洲。 可称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。 普通人不敢去那里。 然而,却是中国人的天堂。 中国商人靠摆地摊年赚百万。 这个国家是非洲的马达加斯加。 该国的国民经济,以农业为基础。 全国农民人口占总人口的八十以上。 而且,这里的工业基础,仍然很薄弱。 不能大力发展制造业。 尽管马达加斯加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和非洲最大的石墨。 但它仍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。 此外, 马达加斯加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。 也是世界第四大岛屿。 该岛上大约八十的野生动植物,是岛上独一无二的。 因此它也是濒临灭绝的动植物的家园。 世界上有各种奇怪的动植物。 例如外形酷似迷你版美洲诗的马岛萌。 马达加斯加特有的狐猴和变色龙。 以及猴面包树。 非洲讨人上的生命之术。 此外, 马达加斯加拥有世界十大美丽海滩。 这里美丽而原始的风景,经常出现在许多电影和旅游宣传资料中。 许多人对这个未开发的非洲岛屿,充满了向往。 马达加斯加政府,也了解自己国家的优势。 此外,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, 它一直在发展海外旅游业, 并鼓励外国投资者投资旅游业。 然而, 尽管如此, 马达加斯加仍未发展起来, 没有多少游客来到这里。 主要是法国游客, 因为这曾经是法国殖民地。 在这里旅行的中国游客更不可能。 一方面, 马达加斯加远离中国, 交通不便。 另一方面, 这里的国内政治不稳定, 存在一些隐患。 很多游客不敢轻易到这里来。 虽然马达加斯加并不是特别受中国游客欢迎, 但中国商人更喜欢这里。 他们可以通过摆地摊开拓商机, 每年赚取数百万。 众所周知, 许多非洲国家缺乏资源。 但世界上最常见的日常生活必需品需少。 即使当地人有钱, 也没有地方可以购买这些商品。 了解到这一点。 中国商人前往马达加斯加白地摊, 并出售日用品。 有些人甚至只花了数万元。 通过转售这些日常必需品, 每年可以赚到数百万美元。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中国商人, 喜欢在非洲做生意。 此外, 在许多非洲国家都有中国商人。 虽然社会已经发展到现在, 但许多人仍然认为, 非洲非常贫穷。 不愿意理解这个奇怪而原始的地方。 但是, 有些人愿意跨越并找到另一种 在非洲开展业务的方式。 他们不仅赚钱, 还为该地区提供了必要的资源。 所以现在很多中国人去了非洲都不愿意回国了。 看看这些中国商人, 在马达加斯加, 如何做生意赚钱就知道了。 你想去马达加斯加旅游吗? 对此你是怎么看的? 欢迎留言参与讨论。